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祝你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一起来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耶稣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的时候 耶稣不能够统治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自然要被这个世界的其他对象所统治 因此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需要借着读经祷告和参加聚会这样的信仰生活 来帮助我们使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助 使得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 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路德记一章 一到十四节 当世事秉正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这人名叫以利弥勒 他的妻名叫拿尔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连 都是犹大不利恒的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押地 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尔米的丈夫 以利弥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娶了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俄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剩下拿尔米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 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押地 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与他们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 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 各在心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而哭 说 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 回你本国去 拿尔米说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 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激活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 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 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额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今天的经文是路德纪第一章一到十四节 我们首先来看一到二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当世事秉镇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亚地区寄居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拿尔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到路德纪开篇 介绍了路德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当中 告诉我们说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世事秉镇的时期 那么在这个世事秉镇时期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我们看世事记21章25节在这里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从世事记最后一章 21章25节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 当世事秉镇的时候 在以色列国中的情况是 那时他们没有亡 他们任意而行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知道一个国王 一个军王 他的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军王的角色是一个统治者的角色 是一个治理的角色 是一个管理的角色 但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 他们真正的王 不是这个世界 不是这个世界所立的君王 他们真正的王 真正掌权的人 是约华上帝 我们看萨姆尔记上八章七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我们看这些经文 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这个国度 跟其他国度是不一样的 他们真正的君王是上帝 上帝愿意来治理他们 上帝愿意来管理他们 只不过是这些百姓们 他们不需要神来管理 不需要上帝来管理 因此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遇到了饥荒 他们任意挽行 从而遭遇到了饥荒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 离弃神的时候 不再让神统治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任意挽行 他们就会陷入到罪当中 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心中 不再是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不再让耶稣 做我们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 不再由耶稣的话语来统治的时候 我们就会遭遇到 我们灵魂的饥荒 我们属灵的饥荒 我们很多基督徒 整天祝啊祝啊地挂在嘴边 但是真正具有上帝生命的人 确实很少 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不是上帝 不是耶稣 而是我们自己 或是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对象 但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耶稣不能做主的时候 我们会遭遇属灵的饥荒 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 闹饥荒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产生营养不良 当我们的属灵 我们的灵魂闹饥荒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生命也会拥有 营养不良的症状 我们今天很多人 我们的肚腹肚子是饱的 我们很难去遇到 再去遇到我们这个肉体上的饥荒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 他们的生命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他们的外面很强壮 很健康 里面却是骨瘦如财 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苦毒 嫉妒 证悟 抱怨 凶杀等等 很多人的生命 无法成为别人的祝福 很多人的生命 无法在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力 是因为他们的灵魂 正在遭遇着饥荒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生命肉体 遭遇饥荒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的灵魂 遭遇饥荒 因此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 去支取这生命的灵粮 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吃得饱 我们灵魂能够吃饱的 唯一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四节里面 记载的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渴慕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 去寻求神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充满神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的主人 变成耶稣基督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两个儿妇又泛山而哭 尔巴以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在这里我们看到 拿尔米劝诫两个儿妇 回到他们的本地本族去 能够去另外找到他们新的丈夫 开始新的人生 但是在这里说 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舍不得这个单词 在西伯来语原文的意思 是粘住联合在一起的意思 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意思 在《串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这里记载到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在这节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亚丹和他的妻子 夏娃的联合 这个联合用的 这个西伯来语单词 和这里十四节的 舍不得的西伯来语单词 是同一个字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我们看到 路德对拿尔米的舍不得 是一种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不可分割的 好像这种婚约当中的联合一样 我们不要忘记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 她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她在摩押地拥有着自己的神 拥有着很多的偶像的敬拜 但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摩押女子 愿意和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呢 这个老人 这个拿尔米 她是一个以色列人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摩押女子 愿意去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愿意跟她的婆婆能够在一起呢 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世界观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事情 其实我们放在古代的世界观来看的话 这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事情 圣经这里没有直接说明 但是我相信这是信仰的力量 这是拿尔米他信仰的力量影响到了路德 拿尔米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拿尔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的意思 甘甜的意思 虽然这个人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他的痛苦是路德无法去解释的 但是路德在他婆婆身上看到了一种观景 这种观景使他感受到了 他的未来是甜的 他的人生是甜的 他看见了神的荣美 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 因此使得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婆婆 当我们去揣摩这些细节的时候 我们能够感受到 路德在遇到波阿斯之前 他首先遇到的是拿尔米 他首先遇到的是他的婆婆 今天有很多非基督徒 他们在遇见耶稣之前 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基督徒 首先遇到的是我们信主的基督徒 今天有很多非基督徒 他们在读圣经之前 他们遇到的是正在读圣经的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们每天都在读圣经 但是非基督徒们每天都在读基督徒 我们是否拥有一种观景 让别人舍不得我们 我们是否拥有一种观景 巴不得让别人感受到 巴不得能够和我们多待一会 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当中 拥有更多的基督徒的朋友 不信主的人 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读圣经 但是基督徒们今天每天都在读圣经 我们如何活出圣经的真理 这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读的不是圣经 他们读的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活出真理的生活 我们若能够活出圣经的真理 非基督徒们就会舍不得我们 就会因为我们而遇见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生命的观景当中 是否有一种田的观景 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否能够给别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我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 他一心想要嫁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他感受到 他能够嫁一个基督徒的话 他能够感受到心里的踏实 给人一种叛观 一种田 所以福音不是语言上的 福音是我们的生活 愿上帝祝福大家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 我们通过神的话语 能够活出这样的福音 活出圣经的话语 活出圣经的真理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特别的感谢你 借着今天的话语 再一次能够来鼓励我们 我们看到路德 舍不得他的婆婆 是因为他从拿尔米的身上 看到了神的荣耀 看到了神的观景 主啊 我们求你也能够帮助我们 让很多不信主的人 通过我们的生活 能够看到盼望 看到希望 看到主你的荣耀 主啊 这是我们的信仰 主啊 我们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能够通过主你的话语 活出你的话语来 活出这样圣经的真理 我们以上的祷告 事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